川普总统的行政令要求环境保护署彻底修订清洁能源计划中的监管规定 他在竞选总统期间称奥巴马政府的计划愚蠢 主要因为这项计划包含他所称毁灭就业的条款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 总统令的签署能加大化石燃料能源的生产 他说这项命令会让能源和电力价格更低廉 更可靠 更清洁 能够加大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 2015年和2016年阳光动力号太阳能飞机还地球飞行的驾驶员之一皮卡尔德说 保护地球从商业角度讲也是可行的 当今的解决方案有利润 既创造就业也有利可图 在带来可持续增长的同时也保护环境 因此如果要让美国再震雄风 就要使用清洁能源技术 白宫官员星期一对媒体说 他们将让环保署回到保护清洁空气和清洁水源的核心任务上来 就这样做了 你不敢来打开 你不敢来打开 我们的今天有机会 我们的受估讯 所以不见 有线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